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講完那個102 106 然後還有怎麼樣註冊 上個禮拜同學有回去試 發現效果應該還蠻明顯的 上個禮拜 那我們主要是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加上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我們是 加上那個 巡染列 我們是把它放在下方 所以最後完成的畫面 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底下這邊 106 那我們大概就是 把這一個 把那個內BAR部分把它放在下方 這個地方放在下面 本來是放上面 現在放下面 所以會增加一個叫Footer 那它結構基本上 特別是同學最容易發生Trope的就是 它基本上一個頁面 它是區分成三個部分 這個這個叫頭 Header 這個叫Content 底下叫Footer 那一定會有個DIV開頭 一定會有個DIV的結束 所以你那個 只要結構不要弄亂掉的話 應該就比較沒問題 不過上個禮拜 同學最容易發生問題就是 那個頁面的結構 發生的錯誤 比如說那個DIV 結束DIV不見了 那有頭沒尾 那就亂掉了 要不然就是說那個內BAR 有沒有 這個內BAR你放在中間 放在上面 放中間放下面 都要注意就是說 一定要 怎麼樣 加上一個DIV 所以一定要加一個DIV 再把那個內BAR加在 項目清單再加在裡面 然後呢 再針對這個DIV去設定內BAR 你不能設定錯誤 不然這個底下的東西就會出不來 那大概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 只要你沒有做錯 我想利用那個 這個叫JQ Mobile 利用JQ Mobile來設計一個APP 其實會比用原生的方式 來設計簡單許多 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簡單也可以複雜 那簡單的話就是說 你完全靜態的 只是把一些東西放上去 完全不用寫程式 也可以做APP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像現在 很早以前那個 連小學 現在小學生也有在做網頁設計 其實這個東西如果說 放在小學生的課程 我覺得也OK 為什麼也是跟做網頁差不多 甚至可以跳過網頁 有沒有 你只要告訴他說 你要插入一個Page 這個Page叫頁手 還是內容跟頁尾 那你需要什麼東西 你自己去規劃 然後你需要一個導覽列 這個導覽列 可以連接到其他的頁面 他大概就知道了 然後你就是 逐一逐一的教他怎麼做 中間的話 我們上禮拜 就增加一個 List View List View 不需要那個DIV 他在底下再插一個圖 這個圖的話 再畫上那個 就是影像地圖 可以連接 這樣基本上 就有一個基本的架構 那不過 這個完全跟網頁完全不同 所以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那乾脆用網頁就好了 因為你網頁 就是跟手機畫面 使用者要的就是不一樣的 你不能說我今天做一個網頁 說真的 你那個網頁放上去 在手機這麼小一個 你看起來視覺上就不對了 然後更不要說要點 因為像那個圈圈 在用滑鼠點很方便 可是用手點就不方便 所以你要考慮到按鈕都要非常的大 所以下方這邊不是有四等份 為什麼要四等份 因為好按 所以將來你也不要做太多按鈕 否則按進去 他又不好按 他就會覺得很麻煩 你要考慮到UI 這個應該也是賈博士 他最早考慮到 就是說他要能夠做一些很大的變革 也就是說你的手取代滑鼠 那你如果要取代滑鼠的話 你的UI介面就要絕對不一樣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那個設計出來的上方這邊 有沒有 這個東西怎麼做的 這個東西怎麼做的 還記得吧 那跟那個102的最大差別 102是回上頁 他預設是back 跟這個什麼不一樣 OK 要非常熟 不然的話 你將來要做變化就會卡住了 特別注意喔 back 那個是在那個 屬性的設定是在頁面上面喔 是整個頁面喔 所以喔 back只能做一個 只有一個按鈕 而且喔 那個名稱 要在那個page裡面有個 記得吧 data-add 一個back btn 有沒有 那不過這個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在哪裡呢 這個是在哪裡呢 這個不在page 這個兩個是在哪裡 在head 在夜守 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做錯了 那你的按鈕也會出不來 再來就是說呢 你的按鈕上面本來會有文字 那你必須把那個文字給去掉 那再加上那個icon 效果就出來了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的icon 不過我們預設的icon 只有17個 所以裡面剛好有home 有下一頁 所以我們就用這些 那但是如果你要增加更多的話 我講過了喔 你可以 可以到jqmobile官網 上面有非常多的按鈕 或者是說你可以把那個jqmobile的版本 把它更新 那其實就會有更多的按鈕 不過我想初期喔 你就先至少有知道17個 這效果已經就不錯了 然後除了可以放在上面之外 也可以放在下方 這些都有 那最後的話 我們還有教各位就是說 當然你會發現它預設的 不僅主題喔 是黑黑白的 所以喔 要怎麼樣把這個顏色做變化 有沒有 我講過嘛 顏色就是 總共有 黑 藍 銀 灰 黃 五種顏色 其實算下來當然 銀跟灰好像很接近 好像就是白色跟一點點灰 那如果你要做變化 上個禮拜有講過 就是你可以到這塊官網上面 你要什麼顏色 就有什麼顏色 可以做非常多的變化 那這個是 上個禮拜的重點 有一些地方 如果你不熟的同學 請務必呢 就是再到我們的那個 雲端上面 稍微看一下 裡面的話 我應該有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 程式碼也給它放上去 所以你們可以稍微 再把那個 我的結果 或者影片部分 稍微再看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繼續再來看 就是說 在204或者206 像這個204的部分的話 做出來類似長這樣子 那 你要把它變更幾個地方 包含就是說背景顏色 我要把它改成藍色 那中間的content呢 把它改成黃色的 中間一樣呢 加上一個類似像一個影像地圖 那底下的話呢 再增加一個footer 放它的那個 就是一個logo 那連結當然也是連結 比如說 總共有五個朝代的文章 那你就是點擊它 一樣 可以做一個儲持 那這個部分的範例檔 一樣我是把它放在 我們的那個 這個 我們的範例檔裡面 204嘛 STD就是它預設的 那你可以找到default 打開來的話 其實這樣 這個是網頁 網頁本來是長這樣的 儲持點下去 在上面顯示 它類似像這樣 你把它改成APP 這個地方 如何把它改成APP 我想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一題 就給各位當一個練習題 那這個練習題裡面 需要的結果 長得就像這樣 所以可能會幾個 你們需要 要去克服的 第一個 夜首的顏色 如何變成藍色 第二個 中間的顏色 如何變成黃色 第三個 如何把那把 吃熱的那把 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內容 放中間 再放一張圖 其他連結自己在抓 因為這些檔案 在我們的那個範例檔裡面都有 自己就是連結 反正連結之後的話 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朝代 底下也是會有 每個朝代的那個文章連結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構思 這個第一個 當然你可以 假設你要做一個204這個範例的話 第一頁也是一樣 你要去思考說 這裡面總共幾頁 你要怎麼做 其實標準的SOP 就第一個 你就先 插入一個新的HTML5的一個網頁 所以 標準 第一個一定是HTML5的網頁 然後把它 插入什麼呢 插入頁面 那總共會有幾個頁面 包含這個Home 這裡底下有六個 所以1加6 大概會需要七個那個頁面 然後再有沒有 在個別就都有一個連結 然後本身就一個Home Home就是第一個 再加上連結的 總共有七個 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存檔 存成index 這一整個 其實實際上就是一個網頁 然後再去設定相關的 包含就是說 它的那個背景的顏色 再來就是 這個也是複寫 這跟前面一樣 那你可以讓它回首頁 也可以回下一個 比如說主持的下一個 那就是 漢復 然後唐詩 宋詞 緣曲 明清小說 類似像這樣子 那這個只是一個sample 主要是練習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給各位當練習題 那今天的話 我們要再來做另外一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會需要用到動態的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 206 這一題 打開D4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 請各位把這一題 這個網頁 裡面各位可以看到 一進來 會有四個東西 不過這四個東西 我希望放在下面 然後分別的是什麼 比如說點擊 攝影名詞 連擊進來的話 就會有什麼呢 就會有那個 這邊 攝影名詞 包含什麼 成像平面 焦距 曝光 曝光 你用到像景深吧 也就是說 這裡有點像 用那個單影相機 如果你用單影相機拍 你就知道景深了 有沒有 應該有拍過吧 背後模糊掉了 那就景深很淺 另外還有什麼 相機種類 就這些 一二三四 所以理論上 這一題稍微更複雜 前面是點一個 就連一個 這個是點一個 連進去還要再一層 所以勢必就是 這個是一 假設Page1 再Page2 那Page2裡面的話 可以叫Page2-1 Page2-2 Page2-3 一直到4 再來就是 相片欣賞 相片欣賞 有四張圖 那這邊的話 是一張 就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 第四 那這裡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改一下 也許這個地方 總共有四張圖 那如果說我今天 要做裡面的連結的話 那勢必就是進去Page3 然後進去不是Page1 3-1 3-2 一直到3-4 可是 當然這是第一階段 靜態的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希望把它做成動態的 什麼意思 3裡面 就是3 就是中間這一塊 它也許是一個DIV 那我們將來如果要寫一個JavaScript 它可以怎麼樣 當你一進來就第一張 當你按下一頁 它不是真的去跳另外一個頁面 而是去把那一張圖抓來放在這裡面 這個就動態 是去抓圖來這邊秀 你不是說你額外再增加一個Page 因為這裡還好只有四張圖 這邊如果有40張圖的話 那你豈不是要做40個頁面 這樣好像不太對 所以如何把這個地方做成動態 不過我們初期可以慢慢改 先靜態的 再改成動態的 那如何做 這個部分我想如果你會的話 以後可以做出很多變化 因為只要一樣的東西 就不用再重做了 只要什麼 動態去抓你要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來源 也許是我們local端的 也許是server端的 server端的 也許什麼 要show的話 你中間那一塊就show 可以變化的東西 最後的話 有個什麼意見回覆 那這個應該是連結到 那個email的信項 所以點擊的話 理論上它會跳那個outlook連結 不過在手機裡面的話 怎麼讓人家去填一些問卷 然後呢 你也可以收得到 這個問題也值得思考 那方案當然很多 也許你點擊 它可以跳出你預設 手機裡面預設的 類似的那個計畫email的一個app 比如說跳那裡面的gmail好了 或者是說你可以怎麼樣 寫一個php 跳出來就跳那個php 它也可以填一些東西 但是這個方法 可能需要花比較多時間 因為你要有一個php的server 隨時在那邊 讓它填資料 再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你乾脆用google的表單好了 google表單不是 像我們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有填問卷 填完之後就到你的google試算表 你就把google試算表打開 就知道人家填了什麼 這可不可以 可以啊 方法很多啦 那你可以看是情況 來解決問題 所以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也是一樣 不過這個206這一題 它的複雜度會稍微高一點 如何把像這樣的網站 轉換成app ok 等一下來開 請各位 主要就是206 204 如果有時間的同學 可以自己 再把204的部分 把它做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